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以色列下令大规模撤离北加沙 地面攻击即将来临 巴勒斯坦人纷纷逃离 以色列大使馆员工在北京遭到刀攻击 中国中东特使会见阿拉伯联盟讨论加沙危机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将共享移民数据 关闭双重国际通道 在美国各地 中国的比特币矿引起了国家安全审查 请大家收看 以色列下令大规模撤离北加沙 地面攻击即将来临 巴勒斯坦人纷纷逃离 美联社 以色列表示正在准备对加沙地带进行地面入侵 其军方敦促约100万人离开他们在北加沙的家园 前往该地带的南部地区 以色列表示计划瞄准加沙市周围的哈马斯地下藏身处 但巴勒斯坦人和一些埃及官员 担心以色列最终希望通过与埃及的南部边界 将加沙的人民赶出去 联合国呼吁以色列撤销这一前所未有的指令 以色列军方表示 其部队进行了临时入侵加沙 与激进分子作战 并搜寻哈马斯在近一个星期前 对以色列发动袭击时绑架的大约150人的踪迹 以色列军方呼吁民众南迁影响了110万人 如果实施 这意味着该地带的整个人口将不得不挤进这条长40公里25英里的地带的南部 以色列大使馆员工在北京遭到刀攻击 日本时报 一名以色列驻北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遭到另一名外国人持刀袭击并住院治疗 嫌疑人已被逮捕 袭击事件并未发生在大使馆的园区内 中国中东特使会见阿拉伯联盟讨论加沙危机 日经亚洲 中国驻中东特使翟卷在中国与阿拉伯联盟代表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 讨论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危机 翟卷表示 中国支持阿拉伯联盟及其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的作用 他还强调 国际社会回归两国解决方案的基础 对于巴以和平共存的重要性 中国将继续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将共享移民数据 关闭双重国际通道 南华早报 哈萨克斯坦通过的一项新法案将允许该国与中国共享移民信息 有效地关闭了一些中国公民 包括那些为了绕过中国当局而迁居到哈萨克斯坦的新疆人的移民途径 该法案是对5月份签署的协议的最后一步合法程序 该协议将实施两国之间的免签制度 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 双重国籍是非法的 该协议授权两国交换公民信息 包括姓名、出生日期和地点、照片、身份证发放机关和国籍状态 两国还将共享公民的入境和出境记录 该法案有效地结束了几十年来 中国公民主要来自新疆成为哈萨克斯坦公民的漏洞 对于一些希望移民到哈萨克斯坦的社区来说 两国之间的信息共享系统可能会引发恐惧 因为它们可能面临中国政府的检查 在美国各地 中国的比特币矿引起了国家安全审查 日本时报 去年 微软对怀俄明州的一家中国加密挖矿公司提出了关切 原因是 该公司靠近一家支持五角大楼的微软数据中心 和一家控制核武器导弹的空军基地 微软的国家安全威胁评估团队警告称 这个位置可能使中国能够进行情报收集行动 微软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报告了其调查结果 该委员会负责监测外国投资者的威胁 印度尼西亚可以成为东西方在可载生能源推动方面的桥梁 安迪亚 巴克里表示 南华早报 印尼能源集团巴克利兄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尼迪亚 诺维安 巴克利表示 印尼在可载生能源领域 可以成为东西方之间的大桥 巴克利表示 印尼可以向西方国家提供原材料 加工材料和电池材料 同时吸引中国的技术和投资 巴克利的公司与中国能源公司远景集团合作 在南苏拉威西省开发一个工业园区 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厂处理涅 巴克利还呼吁东南亚政府和企业 将绿色能源转型视为机遇 对以色列和西方来说 哈马斯是恐怖分子 但对马来西亚来说呢 南华早报 马来西亚对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 在最新的加沙冲突中再次燃起 这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巴勒斯坦 并欢迎哈马斯领导人 而这些领导人在以色列和西方国家被视为恐怖分子 马来西亚并不认为哈马斯是一个恐怖组织 而是认为他们为巴勒斯坦的自由而战斗 马来西亚表达对巴勒斯坦的团结的迹象很多 吉隆坡有巴勒斯坦国旗 伊斯兰党派派承诺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提供资金 马来西亚在2019年失去了举办残奥会锦标赛的权力 因为他禁止以色列游泳选手参赛 进一步凸显了他对巴勒斯坦的坚定支持 这个国家对这个事业的支持不限于一个政治派别 现任副总理和内政部长都是2011年成立的马来西亚巴勒斯坦文化组织PCOM的创始人 旨在提高马来西亚人对巴勒斯坦事业的认识 PCOM被指责与哈马斯有关联 并被视为传播他们的信息 马来西亚的亲巴勒斯坦立场可能会加剧与以色列的紧张关系 近年来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包括杀害一名哈马斯成员和绑架两名巴勒斯坦人的失败行动 朱科威印度尼西亚的权力核心 在选举后努力保持影响力 路透社 据消息人士称 印度尼西亚总统的左科 韦多多Joko Widodo正在秘密地为备受争议的前将军普拉伯沃 苏比安托Prabuosabianto争取支持 以便他明年竞选总统 左科无法连任 他正在两位顶级候选人之间权衡利弊 并培养一个王朝以确保持久的影响力 然而分析人士表示 加深印尼的权力寻租和王朝政治将与民主改革背道而驰 香港加密货币中心对于面临巨大障碍的小企业来说 仍然是一个前景不明朗的地方 南华早报 香港成为全球加密货币中心的计划 近期受到了丑闻 破产和监管挑战的破坏 由于高昂的许可成本和对监管环境的担忧 该城市一直难以吸引主要行业参与者 JPEX丑闻导致超过1.92亿美元失踪 损害了香港的声誉 并对其有效监管加密货币行业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在今年的Chainalysis加密货币采用指数中 香港在交易活动相对于其他市场的下降中 下降了一个名次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行业参与者对香港作为加密货币中心的潜力 仍然持乐观态度 称其对国际和国内客户具有吸引力 然而 目前很少有迹象表明 交易活动正在回归香港 香港要成为加密货币行业的重要参与者 可能需要时间 香港在成为全球加密货币中心的努力中 面临着几个挑战 许可过程昂贵 公司需要至少花费6000万港元 来获得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VAPP许可证 此外 缺乏专门从事加密货币相关事务的负责人 ROS 使得公司难以找到合适的人才 此外 公众对数字资产的了解不足 以及对使用数字资产进行诈骗的担忧 给行业带来了疑虑和担忧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行业参与者对香港的加密货币未来仍然充满信心 并认为该城市可以吸引新类型的客户 香港努力成为加密货币中心 反映了全球加密货币监管的趋势 从新加坡到迪拜再到欧洲 许多市场都试图通过监管加密货币行业 来吸引行业参与者并降低风险 然而 香港围绕加密货币公司 试图利用中国对加密货币的禁令而产生的炒作 并没有转化为持续增长 香港在交易活动方面落后于其他市场 并面临来自其他加密货币中心的激烈竞争 香港能否克服这些挑战 并确立自己作为加密货币行业的重要参与者 还有待观察 众议院无法应对全球危机 因为共和党议长之争仍在继续 华尔街日报 在美国众议院前议长凯文·麦塔西被驱逐出去后 共和党多数派感到了一种宿命感 因为他们没有计划或接班人来接替他 共和党内部存在严重分歧 没有明确的领导人成为共识候选人 该党现在面临着许多危机 包括中东和欧洲的战争 以及政府资金截止日期的临近 然而 该党继续争吵 看不到尽头 有人形容该团体的情绪很低落 其中一位代表称 众议院共和党会议破裂了 当前的危机可以追溯到众议院 几乎平分共和党和民主党两派 双方都不愿妥协 麦卡锡曾领导过少数派的共和党 通过满足强硬派的要求 来防止众议院分崩离析 这在一段时间内起到了作用 但最终 麦卡锡在不信任投票中被罢黜 使众议院没有了议长 两位候选人 吉姆 乔丹 和史蒂夫 斯卡利斯 代表表达了他们对这个职位的兴趣 但是两人都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 现任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 在未能团结同僚的情况下 退出了竞选 众议院的混乱 导致了呼吁两党寻求共同解决方案 但迄今为止没有出现具体计划 相反 两党都发表了公开声明 彼此指责缺乏进展 共和党正准备迎接更多有争议的家庭聚会 但是没有什么突破的希望 一些人担心混乱的政治后果 其中一位代表警告说 如果情况不改善 选民可能会要求重新掌握权力 埃克森总裁600亿美元的胜利 华尔街日报 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达伦 伍兹通过以600亿美元收购先锋自然资源公司 来加强对石油行业的承诺 在2021年股东代理战败后 伍兹争取了埃克森美孚最大股东的支持 阐述了他对公司的愿景 他认为石油行业在化石燃料方面的资本投资不足 并且一旦COVID-19封锁解除 对石油的长期需求将会反弹 随后 伍兹和董事会进行了逆周期投资 结果证明非常成功 因为油气价格飙升 领导反对埃克森美孚的代理战的查尔斯 佩娜表示 先锋说过表明该公司已经改变了 其关注回报的方法 一些分析师认为 物资只是受益于油气价格的飙升 埃克森美孚现在正在积极寻找 全球的新投资机会 美国的软着陆对其他国家可能是困难的 华尔街日报 全球金融官员对全球经济前景 日益分裂感到担忧 美国经济的强势 对世界其他国家构成威胁 导致利率上升和美元走强 可能对其他国家的增长产生压力 此外 油价上涨正威胁到重新引发通胀 而许多全球央行认为 他们已经结束了紧缩政策周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担心全球贸易放缓 以及由地缘政治冲突和供应链中断 引发的去全球化潜力 为什么沿海航运可能成为澳大利亚廉价航班计划的一部分 澳洲ABC 澳洲航空主席理查德 戈伊德宣布将提前退休 退休时间将在2024年年底的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之前 这将给他时间帮助澳洲航空应对最近的参议院对航空服务的调查 该调查提出了一些建议 可能会削弱澳洲航空的权利 包括对延误或取消航班自动提供现金补偿 政府尚未表示将采取哪些建议 政府将于明年发布一份关于航空政策的白皮书 展望到2050年 多边行动在对抗中国经济压迫中至关重要 日经亚洲 中国继续禁止从日本进口所有海产品 以回应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中处理过的废水的释放 尽管北京方面称食品安全是禁令的原因 但普遍认为中国是利用废水作为筹码来对日本施加压力 这一禁令对日本构成了严重威胁 因为在制裁之前 中国占据了日本海产品出口的约20% 这只是中国越来越多地使用经济胁迫来恐吓其他国家接受其要求的一个例子 中国为即将举行的一带一路论坛 辩护其在非洲的投资 南华早报 据北京大学的一份报告称 中国通过其一带一路倡议 在非洲的投资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 并有助于填补资金缺口 自2000年至2020年 中国向非洲提供了约1600亿美元的主权贷款 其中三分之二是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启动后提供的 报告认为 中国贷款的1%增加将有助于非洲的经济增长 改善当地基础设施 创造就业机会并提高入学率 然而 自2016年以来 中国对非洲的贷款一直在下降 并在2020年急剧下降至9.94亿美元 是自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对加沙地带的入侵将对以色列造成灾难 外交事务 即将发生的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地面入侵 将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以及美国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利益 造成毁灭性后果 拜登政府必须介入并阻止这个灾难性的错误发生 华盛顿必须利用其对以色列安全的影响力和密切支持 要求以色列遵守战争法 并找到再不造成大规模伤亡和无辜平民流离失所的情况下 打击哈马斯的方法 以色列和加沙之间的现状 自2007年以来一直保持着 以色列对加沙实施了严厉的封锁 而哈马斯则保持着对权力的控制 然而 最近的事件 包括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土地侵占和定居者的袭击 导致巴勒斯坦人民的紧张和愤怒加剧 哈马斯看到了行动的机会 发动了一次突袭 进入以色列南部 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人质 以色列对这次袭击的回应 包括密集的轰炸行动和即将发生的地面入侵 只会加剧局势 导致进一步的暴力和不稳定 以色列入侵加沙的后果将超出该地区 阿拉伯领导人如果被视为站在以色列一边 将面临来自本国民众的压力 他们一直不愿与以色列亲近 此外 这场冲突可能会牵扯到真主党 导致更大范围的战争 对该地区造成灾难性后果 升级的风险太高 而以色列无法为此举行动 找到足够的利益 拜登政府必须利用其影响力 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 随着印度莫迪面临种姓普查的挑战 他是否明显害怕 南华早报 印度执政党人民党BJP 在五个邦的选举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BJP将不得不应对反对党 在印度国家发展包容联盟 印第亚下联合起来 并提出种姓普查的问题 这有可能分裂BJP的印度教选民 种姓普查的提议正在获得支持 反对党认为 被边缘化的社群 占印度人口的50%以上 因此应该在政府工作和教育名额中 获得更大的份额 这个问题可能会削弱BJP的 印度教民族主义立场 因为它会将印度教徒分裂成种姓 而不是团结起来 印第亚联盟还计划关注贫困人口的福利政策 和其他基于种姓的问题 以挑战BJP的受欢迎程度 然而 分析人士认为 反对派要克服莫迪的个人受欢迎度 和BJP的精密选举机器将是困难的 抱歉 艾龙 未来的卫星正在前往太空 华尔街日报 卫星正在革新太空能力 为人类在轨道上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与传统卫星不同 这些新卫星可以为客户提供快速 全天候的地球任何地方的互联网接入 成千上万的这样的新卫星已经投入使用 其中大部分为艾龙 马斯克的星链卫星网络供电 星链在乌克兰和伊朗等60个国家 拥有超过200万用户 其他国家和公司也在竞相建立自己的卫星星座 以提供互联网接入 这些卫星与旧型号不同 它们离地球表面更近 可以更快地与地面进行通信 工程师们通过开发更好的火箭 新软件和新型天线和数字组件 来应对这项新技术的挑战 此外 这些卫星还采用了基于激光的互联技术 可以实现卫星之间的高速通信 这一新一代卫星提供了高带宽连接 在军事行动 灾难情景和传播间的连接方面非常有益 然而 卫星互联网的经济效益 不如地面上的5G无限等地面选项 新链在吸引用户方面遇到了困难 这对整个行业可能不是一个好兆头 此外 卫星的寿命相对较短 这意味着 公司可能难以找到足够的客户和收入 来维持他们的网络 大型银行的利润可能会更高 但能持续多久呢 华尔街日报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 戴蒙警告称 在经济复苏过程中 美国银行可能面临存款竞争加剧 和贷款增长下滑的问题 尽管领先银行在过去几个季度表现强劲 但市场对其股票的担忧一直存在 导致净利息收入预测下调 并预计第四季度收入将下降 戴蒙重申 存款竞争将加剧 摩根大通最近向关键客户提供了有吸引力的交易 此外 信用卡贷款增长预计将下降 银行可能决定不持有某些贷款 如抵押贷款 因为有新的资本规则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吧 首先 以色列下令大规模撤离北加沙 准备进行地面入侵 这引发了巴勒斯坦人的逃离 接着 中国驻中东特使与阿拉伯联盟举行紧急会议 讨论加沙危机 然后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将共享移民数据 关闭双重国际通道 接下来是关于中国比特币矿 引起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的新闻 然后是印度尼西亚成为东西方在可再生能源推动方面的桥梁 接着是马来西亚对哈马斯的支持引起的关注 然后是印度尼西亚的权力核心 在选举后努力保持影响力 接下来是香港加密货币中心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然后是美国众议院因议长之争 无法应对全球危机 接着是埃克森美副总裁的成功和卫星在太空中的革新 最后是大型银行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利润下降的问题 让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各个新闻的背后故事 首先是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冲突 这是一场长期存在的冲突 对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来说 这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然而 地面入侵将带来更多的破坏和不稳定 可能导致进一步的暴力和动荡 国际社会应该努力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 为和平寻找解决方案 接下来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移民数据共享 这一举措将有效地关闭了一些中国公民 通过哈萨克斯坦移民的途径 但对一些社区来说可能引发恐惧 因为他们可能面临中国政府的检查 我们应该关注这种信息共享系统 对个人隐私的影响 接着是中国的比特币矿引起了国家安全审查 这再次表明了加密货币行业的重要性和潜在的风险 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监管这一行业 以确保国家安全和金融稳定 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这个领域的发展和监管措施 接下来是印尼成为可在生能源的桥梁 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 印尼在可在生能源领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并为东西方国家提供合作机会 我们应该支持绿色能源转型 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然后是马来西亚对哈马斯的支持 马来西亚对巴勒斯坦的坚定支持 在国际舞台上引起了关注 我们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并鼓励和平解决巴以冲突 接着是印度尼西亚的权力核心 在选举后努力保持影响力 这是一个有趣的情况 印度尼西亚总统将帮助前将军争取支持 以确保自己的影响力 这表明了权力斗争和政治机构的复杂性 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这个问题 并关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发展 然后是香港加密货币中心的困境和挑战 香港作为加密货币中心的努力 受到了丑闻和监管挑战的阻碍 这表明了加密货币行业的复杂性和风险 我们应该关注这个行业的发展和监管措施 接下来是美国众议院的问题和共和党议长的争夺 这显示了美国政治的复杂性和分歧 我们应该关注这个问题 并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找到解决方案 然后是埃克森美孚总裁的成功和卫星的革新 这些都是重要的发展 对于能源行业和太空技术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们应该关注这些行业的发展和创新 最后是大型银行面临的挑战和利润下降的问题 这表明了金融行业的复杂性和风险 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这些问题 并关注金融机构的发展和稳定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的深入分析 我希望通过这些分析 能够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和思考这些问题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employees 感谢观看